對調,對調的話其實就是把分類名稱跟部門名稱做交換 其實就是把這個拉過來 然後這個拉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樣拉過來 這樣拉過去就OK了 所以其實樞紐分析表這部分還蠻好用的 另外的話呢如果你要加年度加月份 或者加其他日安你也可以在報表篩選再做 像年度有沒有 這邊也可以按照不同年度 去看不同的報表 他預設是全部嘛 所以資料越龐大 你可以看到的細節越多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趨勢分析給做出來 每一年每一年是往上 還是往下 那不同縣市會有不同的變化 其實也都可以啊 馬上可以把這個資料給調出來 那馬上就可以看出 這個部門跟 那個什麼縣市 就是區域的關係跟時間的關係 有沒有什麼一個軌跡 那你就用摺線圖畫一畫 你大概知道他是往下 還是往上 大概知道一直往下 反正他基本上 趨勢來看應該往下 一直往上 那應該趨勢感覺應該往上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再把這個 加上那個篩選 報表篩選 那這個報表篩選其實 跟剛剛用到那個交叉分析那個也蠻像的 還有呢 排序啦 篩選 這些也想你把它通上去 可以看到不同的資料 不同的樣式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 下一題的話 第六個問題 那 各類 產品的銷售不是加重 我今天不是要看那個 他賣多少錢 雖然他有些訂單很大 但他比數很少 所以我只要看他成交的比數的話 那比數部分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預設的那個就是 這個 樞紐分析表預設是如果是數字 他就幫你加轉 其實就是那個 Excel裡面含數那個三米符 三米符就是把數字全部加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比數的話 那你就是需要 修改的方法特別是說 一請你 游標點選那個 右下角這邊值 二的話呢 值的欄位設定 這個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值的欄位設定裡面的話 再來就怎麼樣呢 把原來的加總 改為什麼呢 改為項目 個數 OK這樣就OK就完成了 加總改為項目個數 那就可以看出他的比數啦 不過通常 假如是一個金額通常會加總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看 他的接的訂單數量的話 那你可以用項目個數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看出來了 那其實就可以看出說每一個 那個部門或者你可以交叉比對 交叉比對 或者是你再把它 增加一個工作表 然後兩邊 稍微對照一下 隨便有些 他接的單很多 可是問題是他的量沒有出來 OK有些是可能單不多 但是每一次接都是 巨單 OK那當然 所以有些業務人員也是一樣 他每次拉的都拉那個 很小的 或者有的人是 一個 他就可以 抵得掉其他人很多個 所以這個部分兩邊可以交叉比對一下 那就可以把他 算出他的那個 數量部分 OK這個是問題 0.6 再來的話呢 有的時候呢除了說可以從加總 可以從那個 數量之外 那我還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百分比 百分比部分 不過他說什麼 每個產品類別的 銷貨總額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還要再把它改回來 現在是比數嘛 所以呢我要 再把它改回總額 再看他的百分比 所以可能要改兩個動作 一個是再把 剛剛的那個 比數 再改回去 加總 一 怎麼改回去 很簡單右下角這邊 直的欄位設定 改回加總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 在一樣的地方 直的欄位設定 改直的顯示方式 這很重要 今天 這個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前面那個部分 百分比嘛 那百分比就是 無計算改成 總計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 由原來的 銷售金額 變成銷售百分比 不過有的時候 感覺好像百分比會 比較好閱讀 不然的話 你那個金額這麼大 雖然看半天 還是可以比較高低 但是好像似乎沒有那個 銷售的百分比 來得更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什麼呢 這個公司 銷售的 總占比 其實還是以那個主機板 好像銷售金額是最賺錢的 另外數量你也可以看 雖然有些東西 他像主機板賣一個 可能 其他可以抵好幾個 OK 所以匯流牌好像已經慢慢沒有 另外如果你要看出時間 銷售你也可以看銷售 銷售的 那個每一個 所以你其實你可以把什麼 假設我今天希望看 每 每個產品 每個年度 所以你可以 甚至我現在說 你可以把部門名稱換成年度 那你可以看到佔比就不一樣 你會發現 主機板的佔比 好像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 2007 28 08 35 09 又銳減 所以他感覺 衝上來 馬上又下去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匯流牌好像越來越少 顯示卡也越來越少 顯見這些公司好像 好像是越來越少的 好像銷售數量 然後越來越少的感覺 OK 所以這部分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我剛剛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它的部門 改成年度 其實可以看出那個 他每一年每一年的整個不一樣 OK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問題07 再來問題08的話就是 每個年度 所以接下來一樣 的 月份 總銷售金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要把那個剛剛的資料 給換掉 也就是月份 跟年度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在 問題08 這邊 獎益裡面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 那月份的話呢 基本上就拉到 這個 列 標籤 年度的話 拉到那個 這個 藍標籤 並且把金額放進來 所以 這個或許啦 你們 我們待會也可以 乾脆重新開一個 另外的檔也OK 假設你要重新再來 你乾脆重新插入一個 資料 再重新按一下 樞紐分析 它會另外再產生一個 那也許我可以把月份 放到 列標籤 年度放在 藍標籤 並且把銷售金額 把它拉到哪裡 值裡面 這樣可以統計出來 那你會發現喔 他那個每個月每個月銷售的情況就出現了 但是這邊一樣 會有剛剛我講的問題 你又重新他格式又 沒有 所以你就把這個範圍 裡面數字部分 建議是常用裡面 簽分位符號 然後把它減少兩個小數點 不要小數點 再來就是怎麼樣呢 那個藍寬如果不足的話 記得就是選取他 然後快點兩下 或者你這幾藍都可以 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幫你說話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這邊如果沒有資料 補0的話 那怎麼補0 好前面有講過 選項 裡面的那個選項 理論應該是直接出現了 不過因為我這個解析度關係 選項裡面的若為空值 顯示為0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 他就OK了 不過 他這邊0 好像會變成減號 因為可能是格式的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了第八題之後 就是月份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每一季喔 那每一季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 把它當成是三個月一季 三個月為一季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用群組 他有那個群組功能 比如說 1到12月 那如果說我今天 不要 以月為單位 我希望每三個月幫我群組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 切到那個剛剛這個 樞紐分析表裡面 那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月份上面按右鍵 其實右鍵還蠻多隱藏功能 像剛剛小季如果你不出現 按右鍵 那裡面的話有個群組功能 群組 一個月當成一個兼具 那如果今天希望喔 每三個月一個兼具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把兼具詞 改為三就可以了 這樣子喔 他就會 以季為單位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以季為單位 一到三月 每一季 每一季 所以有時候你要 像有些同學可能需要看季 有的時候可能要看月 不過剛剛有同學是這樣 就是 另外產生一個新的 結果 前面好像會連動後面 我不確定 這個你們可以試一下 就是說 這邊 你剛剛是重新再產生一個 我試試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 他是另外再產生一個 比如說再重新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做一樣的事情 月份 跟年度 然後 他馬上 然後銷售金額 放進來 你會預設 那如果你 你會發現他已經群組 已經變成 三個兼具 所以意思就是 他那個群組好像是 每一個 每一個 都一樣 那如果你把它改了 比如說我這邊 再改回來 想說 群組 改回1 或者是按右鍵有一個 叫取消群組 這邊變成 一個月一個月 那剛剛那個表 我看一下 切過來 他有變一個月一個月 意思就是說 他的群組功能 是每一個表 都一樣的 所以變成說如果以後 你要 一個月 月跟季的話 那沒辦法 如果同一個 Excel 那就 變成你要切換 就切 切 那或者是說你用那個 照相 然後 把它 不然的話他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像我們想像的 就是說 這個用月 這個用季 這個可能是一個限制 剛剛同學問到 我們順便講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就是 我們剛剛 已經做到那個 12問裡面的第9 每一季的銷售金額 OK 那後面還有 還有那個 列出什麼 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業務 每一個客戶的交流金額 並且列出那個 Top Sale 剛剛有講過啦 排序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列出什麼 這個 Top Sale的 排行榜 那當然如果你要列出 前五名 前十名都OK 比如說 在年中的時候 那個老闆要頒獎 那我怎麼知道那些Top Sale 如果你有Data 馬上就知道了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要叫你做這件事情 Data給你 你馬上也可以統計 那如果你以前沒有 學會 學好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話 資料給你可能要頭痛 對不對 現在怎麼辦 這個 怎麼算 是很簡單 真的有樞紐分析表 很多事情真的變簡單 OK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剛剛那個 我們講到的那個 分析方 分析的部分呢 稍微做一下 另外的話如果有時間 也可以再畫圖一下 OK 反正今天重點就是 資料正規劃 樞紐分析表 功能的熟練 反正各種方法 裡面大概就是 用用去其實 都差不多那些功能 最後就是樞紐分析 圖 把圖給畫出來 那圖裡面不外乎就是說 上面也有標題 有圖力 然後呢 要不要資料標籤 要不要把字稍微調整一下大小 還有 底下要不要再加一個那個 像 顏色啦 漸層填充等等 你可以把它變漂亮一點點 甚至 圖裡面的話 還可以不只是 那個直條圖 其實還有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 分析一個趨勢 我剛剛講過 折線圖也可以 或者是說 其他像 像剛剛有用到 像那個 圓餅圖 不同的資料來源 你可以 畫出不同的圖形 這部分我想各位 稍微試一下 後面還有幾題 大概講完 這一題大概就差不多 剩下就是把圖給畫出來 吧 嗯 嗯 谢谢观看